备受期待的台东市马卡巴亥艺术节 即将在7月27号28号两天 在台东的森林公园盛大举行 市长陈明峰表示 今年的马卡巴亥 喜迎25周年 活动以原样原味为主题 汇聚了原名文化的传统 还有现代元素 将带来一场充满活力与创意的文化盛宴 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一起来体验 由台东市公所主办的马卡巴亥艺术节 即将在这个周末7月27号28号两天 在台东的森林公园盛大举行 而市长陈明峰表示 今年的马卡巴亥 喜迎25周年 活动以原样原味为主题 汇聚了原名文化的传统 还有现代元素 而表演卡丝也相当精彩 骇职的马卡巴亥活动 我们是在这个周末跟礼拜天 2728两天 这一次我们原本聘请了 佳佳跟梁文英 那因为佳佳她确诊很严重 而且有医生证明是 没有什么声音可以唱歌的 所以我们就换了一个替代角色 由大爱玲来取代佳佳 大爱玲也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位歌手 所以我相信这一次的马卡巴亥 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又台风然后又换掉 那个佳佳又确诊 我相信在整个团队的运作势下 马卡巴亥我们一定会圆满成功 精彩节目将在这个周末 傍晚6点开始 预计到晚间9点结束 而活动现场还有设有 丰富的原创体验 以及原味市集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到森林公园 感受这场独特的文化饗宴 欢迎来唱歌 借陈安如台东市报道